主料,土豆一个,瘦肉100克,辅量,油,盐,生抽,香醋,白糖,蒜末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将瘦肉洗净切成丝,加入少许盐,腌制一下,土豆去皮洗净,切成丝,再用精水过一遍,这样炒的时候不会黏锅,将蒜头去皮切成蒜末,锅里放入一勺食用油, 带油热开,把蒜末放进锅里进行翻炒,炒至飘香,把土豆丝放进去翻炒,放入一茶匙食用盐,倒入适量清水,稍微盖到土豆丝就可以,盖上锅盖,转中火煮,煮到土豆差不多熟,倒入瘦肉,一汤勺香醋,炒至收汁,瘦肉熟透就可以盛盘了,烹饪技巧,切好的土豆丝一定要过一次清水, 这样炒起来才不会黏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